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视频 专门来讲讲在GMAT考试当中 特别是阅读部分 经常遇到的跟美国历史有关的一些背景知识和叙事框架 为什么要想到讲这个话题呢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在GMAT这个考试当中阅读的材料分为大概三个类别 一个是自然科学 一个是经济管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历史 那么前两类自然科学和经济管理呢 大家可以运用到很多技巧 包括对语篇的分析啊 对题目选项当中一些特征的把握啊等等 但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 在教很多同学这个阅读部分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遇到美国历史有关的这个题目 基本上大家学到的那些武功尽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一是对跟美国历史有关的材料当中经常用到一些词汇不了解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对于它这个叙事体系以及整个的一个背景知识的缺乏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我会给大家整理一些重要的词汇并且把这些词汇背后所讲到的 或者说所涉及到的一些史实以及史料的叙事架构给大家进行一个梳理 那么这个专题呢 可能很适合于啊 在已经做过了一些跟GMAT有关的 跟美国历史有关的GMAT阅读题的同学 想要进一步的把自己已经整理的一些零零碎碎的词汇或者是知识点 做一个总结啊 我这里面想提醒大家的是呢 如果你要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大量的跟美国历史有关的语篇的话 不妨先打开这个官方指南Official Guide 去做几篇相关的文章 然后感觉一下其中的难点是什么 再回头来听我今天的这个演讲 今天的这个讲座 可能你会更加的能够有顿悟的感觉 好 那么我们先话少说 现在就开始正题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美国的国旗呢 它是由50颗星和13个条组成的一个星条旗 那么这里面的50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代表今天的这个美国啊 是由50个州啊 States所构成的 而这13个条子呢 红白相间的条子呢 是13个当年在最开始建立这个国家的时候 的那13个州或者说13个殖民地啊 当然由于他们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 所以他们就从colonies变成了13个states colonies变成了states 后来呢 随着历史的演进 这个州的数量逐渐的扩大 美国的版图也逐渐的向西 去演进啊 从而形成了今天美国的这个版图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把GMAT这个考试当中 涉及到的美国历史的一些史料 和它这个叙事框架做一个梳理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从一条时间线开始的 这个时间线上呢 大家看到我给大家画出了4个重要的年份 作为4个分水岭 这4个年份分别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如果要是脑子里面能有个印象的话 那么再读这些语料就会清晰了很多 首先1492年发生了什么呢 它当然不是美国建国的事件了 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长 它其实是美国这片土地 或者说美洲这片土地被发现了 到1776年的时候 才正式的建国 或者说正式的独立了出来 1776年是独立 而1861年发生了什么呢 1861年发生了内战 南北战争 到1929年的时候 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20世纪的事情了 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大萧条 也就是这个Great Depression 这Great Depression呢 涉及到很多跟当时美国的社会 以及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个理论啊 政策有关的一些文章 我们接下来呢 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的线 线轴来把握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美国的历史 以及GMAT喜欢考到的一些 这个角度 总的来说呢 根据我的总结啊 GMAT这个考试 它所有的语篇几乎都是围绕着 在这一条时间线的这个过程当中 三个人群 他们的权力抗争史来展开的 这三个人群分别是女性 印第安人 当然印第安人这个词 如果用英文的Indians的话 放在当代社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政治不正确啊 所以说呢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被叫做 Native Americans 就是原住民 还有呢 就是黑人啊 当然了 现在说Blacks 也是略微政治不正确 所以用African Americans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出 这三个人群呢 并不是历史的主角 历史的主角是白人 也就是欧洲裔的男性 对不对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由白人唱主角的 这样的一台历史大戏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阶段 这三个受压迫 或者说受到劣势 处在劣势地位的人群 如何一步一步的 去提高了自己经济的地位 以及政治的地位 包括用法律的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个其实就是很多GMAT语片 会涉及到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我现在呢 用一些具体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物啊 把我们这四个年份 给他充实起来 不知道大家 能否根据自己的常识 判断出这四个人分别是谁 第一个人 1492年 他发现了新大陆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哥伦布 英文名字是Christopher Columbus 他不是美国人 也不是英国人 他其实是一个 这个意大利人 那么当时呢 他在1492年到1494年之间 就远渡重洋 他进行了什么呢 他进行了所谓这个大航海啊 这个发现了新大陆 那么新大陆这个词本身 在美国的历史上 也会有一个专门的说法 这说法呢 不是The New Continent 而是什么呢 是The New World 与之对应的啊 如果说见到Old World 大写的话 那么基本上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欧洲 Europe New World 指的是美洲 第二幅照片呢 这个1776年的这个主角 这个是谁呢 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统啊 后三幅图都是美国的总统 他就是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George Washington 领导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而这个独立战争 在美国人写的文章当中 经常不会把它叫做 Independence War 而叫做什么呢 大写的Revolution啊 就是美国革命 这个美国革命 说白了呢 就是一些膨胀起来的的啊 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膨胀 其实当时的原因啊 也是很多对这个英国的殖民政策不满 所以说呢 就想要寻求独立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的 这样13个殖民地 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13个州 并且呢 签署了独立宣言 后来又打了一场啊 历时13 14年左右的内战 他终于赢得了这个独立 那么第三个人物呢 1861年这个照片 大家可能知道 那就是林肯 对吧 Abraham Abraham 林肯 他呢 是被誉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呢 是因为他领导着这个 北方 打败了南方啊 取得了这个南北战争的胜利 另一个原因呢 也是因为他后来在这个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 他被暗杀了啊 因为暗杀了之后呢 人们就对他更加的爱戴有加 这是美国南北战争 那么这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两个常用的单词啊 第一个单词呢 就是在讲到1492至1776年之间的美国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个单词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啊 对不起 我把这个词先给大家啊 就是这个colonial 这colonial有的人会说colonial era 就殖民时代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直接就用colonial来作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形容词 比如说可能你会看到colonial women 那么colonial women是不是指殖民的女性呢 殖民者的女性 比如说那些英国荷兰等殖民国家的女性呢 不是colonial women其实指的 放在美国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下 他指的就是殖民时代的女性啊 也就是生活在北美这片土地上 在16到17乃至18世纪早期啊 说白了就是1492到1776之间的那些女性啊 所以这个词的用法需要大家注意 colonial在这个词指的就是殖民时代的啊 这是第一个词 那么第二个词呢 就是如果讲到1492年以前的美洲的话 并不是说那个时候这片大陆就荒无人烟啊 对吧 那么我们另一个我们三大主角之一 这个印第安人 这时候就会出场 印第安人呢 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常会被叫做 就是这个时代吧 这个1492年之前的时代呢 会经常的被叫做 Pre-Colombian American 比如说Pre-Colombian Women 同样的道理 他指的就是在哥伦布之前的 或者1492年之前的 美洲的这些原住民 好 这两个词知道了之后呢 我们最后再往后看啊 再看这个1929年的这位主角 这个呢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是罗斯福总统 就是FDR Rosevelt 他呢主导了美国的一个叫做罗斯福新政 也就是大家看他这个照片啊 他这个头上写的 For a New Deal 这个Deal在这里面 这个词呢 就是给美国人民一个交代啊 给美国人民 来一场交易 所以说呢 我们中文的历史书 会把它叫做罗斯福的新政 这个新政 就引发了很多的 政治的政 新政 引发了很多的 跟他有关的GMAT的题目 不管是逻辑题啊 语法题啊 还有这个阅读题 就更不用说了 都会涉及到 当时罗斯福新政啊 说白了呢 就是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stimulus package 经济刺激政策 用国家主导的这样的一个 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啊 这样的方案 然后呢 征调人们来做这些活 这样的话 老百姓就有工作了 从而带领美国 走出了一个大萧条的时代啊 这是这1929年 时代时候 经常啊 考到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The Great Depression 大萧条 好 那么有了这个四个人物 给我们搭建起来历史框架呢 接下来 我给大家再补充更多的词汇 请大家看一下 1776年到1861年之间 美国的版图 发生了巨大的一个扩张 整个这个扩张的速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快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1776年的时候 这13个绿色的格子 就是那13个colonies 也就是这个美国的星条旗上 那13个红白相间的条子 而到内战爆发前夕 1861年呢 基本上它已经成为了地跨 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 整个这样的一个地跨 两大洋的一个国家 浅绿色的这些地方呢 当时还没有成为states 没有成为州 而整个这个扩张的这个过程呢 它会涉及到很多跟美国历史 有关的特色的词汇 比如说expansion 就是ex expansion 或者是呢 expansionist 扩张主义的 通常指的就是美国版图 向西的扩张 还有一个经常有考到的 很有意思的词呢 就是frontier 这个frontier 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 这个F字母是大写的 它指的就是指美国西部的那个边境 或者说版图向西扩张时候的这个边缘 Frontier的这个economy Frontier的这个立法啊等等啊 很多这个包括原住民的一些争斗等等 然后呢 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一些土地是通过美墨战争获得的 像什么这个New Mexico等等 还有一些土地呢 是通过1803年的这个Louisiana Purchase 也就是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从法国人手里买断下来的啊 这个路易斯安那可比现在地图上的 Louisiana这个州要大得多啊 当时可以说整个让美国的版图啊 扩大了差不多百分之百 那大概是这样子 呃 从而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国度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会有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个论调 或者说以下这些经常出现的呃 观点 我给大家进行个总结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在1492年之前呢 这个阅读文章经常涉及到 pre-Columbian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时候呢 其实美国的版图上没有国家 states这个概念 只有tribes和nations啊 就是原住民的部落和民族 这个地方 nations在原住民的文章里面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国家啊 只要把它理解成民族 或者说部族就可以了 呃 然后 接下来呢 在1492到1776年之间呢 会用一个大写的colonial啊 来表示 而这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两个词 一个colony 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指殖民地 另一个呢 就是settlements啊 定居点 或者说住区 一个settlement 其实就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colony的前身 或者说在这个人们刚着陆 对吧 像什么五月花号 带着这些朝圣者来了之后 他们就建了这个一个settlement 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治政府 没有自治的机构 所以不能叫做一个colony啊 那么再往后看呢 到1861年前后的时候 就他出现了南北的分裂 前面那张图上给大家体现出来了 对吧 有一个灰色的这个南部 有个灰色的呃 这样的一个版图 这个版图呢 就被造叫做confederacy 而北部的这个呃 林肯所领导的这个呃 这一派呢 就是经常用一个大写的union这个词来表示 union这个词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包括病级 对吧 Gman的数学会考到 包括工会啊等等 但是在历史类的文章当中 大家就把它理解成美国就可以了啊 具体放在内战的这个语境下呢 它指的是这个北部啊 但实际上很多跟内战前和内战后有关的文章 讲到the union啊 就是指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个合众国嘛 包括现在啊 直到今天 这个美国总统每年要发表这国情资文的讲话 还会叫做什么呢 叫做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就是讲讲这个 我们这个union现在的现况啊 讲讲我们这个国家现在的现况 那么再往后看呢 在1929年前后 也就是进入20世纪之后 有两个经常出现的叙事的角度 一个呢就是说工业化 industrialization 它创造了很多啊 制造了很多社会的问题 包括工人的待遇问题啊 包括妇女的这个健康受到伤害啊等等啊 所以很多的social problems 这个是很多文章当中会涉及的一条主线 另一条主线呢 就是这两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都没有直接烧到美国的国土 但是GMAT这个讲美国历史的文章当中呢 会经常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那就是随着男人都上战场 打仗 女性留在这个家 留在后方了之后呢 就开始从事经济的生产活动 因此呢 他反而是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 而为什么提高了黑人的经济地位呢 这个也有一些文章会讲到啊 那就是黑人的战士们 他们要上战场 然后呢 从而啊 希望通过这样的保家卫国的英勇的行为 来增加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最后呢 却徒劳无功 发现这个国内的这个种族的不公的情况 仍然存在 这样的文章也是不少的 那么总结完了这个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另外一个角度 那就是他在研究这些历史的时候 因为这些史料嘛 他都是历史学者写的 历史学者 他这个看问题的角度呢 不太一样 就是他会涉及到一个史料研究的素材的问题 早期在Pre-Columbian 也就是研究原住民的时代 包括研究这个殖民时代的早期的时候呢 会经常出现一个叫做Aural Narrative 这里面的Narrative 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叙事方式 它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口述的历史 口述的材料 而且还有一些什么呢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比如说研究更久远的 什么这个Maya 或者是Aztec 阿兹特克或者是Maya的文明的时候 它经常会涉及到一些考古的证据 出土的一些证据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或者就是Evidence 这个Excavation是指出土的意思 这个词在GMAT逻辑题和阅读题当中都经常涉及 那么接下来呢 再看美国建国之后 从1776年之后 美国的历史呢 就变成了它宪法的一个历史 宪法这个词非常重要 Constitution 这个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 那么除了宪法 之外呢 宪法还有很多的修正案 也就是所谓的Amendments 这些Amendments 修正案 也是经常出现的 而且它都会大写 对吧 比如说像什么 第22修正案 确定了 当然那是20世纪的事情了 确定了美国总统不能当超过两任 然后呢 经常被提到的有First Amendment 就是第一修正案 它界定了这个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还有第二修正案 是Act 或者是什么什么Act 这个我们翻译的话 它其实就是法案 大家不要把这个理解成什么什么行动 我这年写出来呢 也是为了告诉大家 它其实就是某种法案 而且这个法案呢 就非常非常的繁多了 包括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立法权 所以说不同的州可能有不同的Act 然后还有一个跟这个大家平时的这个常识 可能稍微有点脱离的地方 就是美国 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海洋法系啊 或者叫一般法系 就是Common Law的国家 所以Common Law的这个体系之下呢 有判例 判例就是这个Court Ruleings 对吧 这个法庭做出的判决 而判决呢 它会用这样的一种格式来写出来 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做一个总结啊 以后遇到了之后 大家不要为他感到 对他感到很陌生 就是谁诉谁 这个Winters v United States 1908 就是一个叫做Winters的人或者机构 去状告了谁呢 状告了美国政府啊 联邦政府 这就是前者是原告 后者是被告 然后后面括号的这个是年份 那么通常呢 在历史类的文章当中提到这些判例 其实都是为了想要说 哎 截止到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发展成了什么样子 或者说社会凸显了哪些 哪些的矛盾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大家再去分析 它的这个行文的结构脉络 包括它是观点的对比呢 还是现象的解释呢 还是问题的回答呢 等等 哎 可能你就更有希望能够抓到 它的这个脉络 好 我们把这个历史的叙述角度 做了一个总结之后呢 接下来我给大家补充一些经常出现的关键单词 这些单词呢 很多 其实它的词意比较直接 但是呢 因为可能平时大家没有关注到他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对他们做一个分类 所以说在读的时候啊 就不太容易读懂 我们先看左侧 表示选民群体啊 选民群体 就是选举的过程当中 哪些人有投票的权利 那些voters 经常出现两个词 一个叫做constituency 一个叫做electorate 这两个词大概词一差不多 就是选民的群体 第二呢 表示让某个族群 或者让某个群体获得选举权 选举权名词是suffrage 而获得选举权这个动作呢 经常在美国历史类的文章当中 会用这样一个动词 叫做to be enfranchised 或者是enfranchisement 大家去查字典的话 可能会查到只有美国历史的语境之下 它表示获得选举权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给大家提示一下 接下来从地理的概念上表示 中西部或内陆地区 经常用这样的一些词 这刚才给大家已经总结过了 只要说到inland 都是从东往西扩张 因此呢 它也会经常用west western midwest midwestern 或者westward 这样向西的这个过程 向西的词来表示 往内陆地区的扩张 然后再看右侧 表示比较群苦的这种下层弱势群体 经常用到的词呢 有the underprivileged population 或community the poor the impoverished the needy 或者是low social economic status 这个词其实就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社会学家 和经济学家 比较用的一些 比较常用的一些词 它说白了就是把穷人 编了一个 不能叫编吧 给穷人 换上了一个不同的称号 those with lower social economic socio economic status 大家不要被这样的大词给吓晕 听起来很学术 但其实它意思就是穷人 或者社会的下层 表示种族不平等的时候 会涉及到四个不同的 这样的概念 它程度呢 是由重极轻的 最早的时候 大家知道是有奴隶制度的 也就是slavery 后来呢 奴隶制度没了 但是呢 美国仍然有合法的segregation 也就是种族的隔离 比如说一个黑人 虽然他不是奴隶了 但是他在公交车上 不能上和白人一样的车厢 这个叫做segregation 这个segregation 其实到很晚很晚 到19670年代的时候 才彻底在各个州 逐渐的消除 当时又涌现出了 什么马丁路德金 什么Rosa Parks 等等这样的 民权的斗士 然后第三类呢 就是discrimination 这个discrimination 出现在很多很多的文章当中 它的意思比前两者 比slavery和segregation 要更广 它只要是 不管是就业方面的 教育方面的 还是社保方面的 有一些歧视都可以 叫做discrimination 然后最后一个呢 这个就是更是挥之不去了 在美国的社会的今天 虽然可能很多人 嘴上不提discrimination了 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 还有很多的 现实当中的 inequality 不平等 或者是disadvantage 这样的一个劣势 所以说大家关注 它这个用词的区别 其实可以间接的体现出 不同的时代 对于这个社会问题 不同的一种刻画的方式 最后呢 还想给大家总结 这样的一组词啊 就是当你想表示 这个种族不平等 或者性别不平等的 反面的时候 这个社会平等呢 social justice 比较好理解 社会的公义 社会的公正 而progress progressive 或者progress 这两个词 其实大家可以近似的 把它理解成social justice 的一个近义词 用这个政治的术语 就是比较左倾的一些 要强调社保啊 全民医疗啊等等 那么只要在美国 历史类的文章当中 用到了progress 或者progressive 你就把它理解成 是推动和提倡 社会平等的 就可以了 推这个社会往前前进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reform和reformist 这个在这个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 这个历史的文章当中 经常提到啊 改革派 这里面改革指的 就是我们不能再让 这个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了 我们要推行一些 促动社会公益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等等 好 那么这是对单词方面啊 给大家做了一些补充 这个补充 当然不是完整的 大家在自己做题的过程当中 也自己可以再去 添加更多的单词 但是至少呢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 思维的框架 知道哪些 类别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经常会被提到 最后呢 再跟大家 说这样一条小规律 这些规律呢 其实你做题做多了之后 大家自己一定也能够发现 那就是因为 GMAT 毕竟是个当代的考试 因此虽然他考的是史料 可是呢 初题人会非常谨小慎微的 保证自己是政治正确的 所以说 一旦要是某个题当中 有以下三种含义的选项的话 一定是错的 如果某个选项 是仇视妇女 或者是贬低妇女和少数民族的 一定是错的 如果要是认为这些社会问题 不重要 不值得关注的选项 一定是错的 认为这些社会问题 已经得到原本解决的选项 也一定是错的 这个作为一个 做题的小技巧 告诉大家如何去排除 错误的选项 今天的这个专题呢 我们暂时就先讲到这儿 最后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在这个 做这个GMAT考试培训的过程当中呢 还总结了出其他的各种的规律 和一些补充的知识 如果有兴趣 接受一对一的GMAT辅导的话 那大家可以通过email 或者是微信来联系我 这是我的微信二维码 感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 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